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子的计划并不是很容易可以申请到的 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 我的伴侣能够以伴侣的 能够以配偶的身份申请一亲居留 对我的生活而言是最根本的关键 因为我的伴侣来台湾 就是为了和我经营共同的生活 他不是来旅游的 不是来医美的 也不是来念书的 在疫情期间 家庭的团聚真的非常的迫切 跨国同婚 尽速修法 家庭团聚 救援先行 尤其是跨国的伴侣 在团聚的这件事情上面 跟本国籍的伴侣是有很大的差距 跨国的伴侣必须想办法 用各式各样的签证的类别 室友才有办法聚在一起 那没有办法满足这些条件的跨国伴侣 其实就是生活就是非常的飘荡 第一个当然是要加速跨国同婚的 这个法制化的速度 那就我们所知这个司法院把草案送到行政院 从去年一月到现在 其实已经将近一年半了 但是行政院都没有把这个草案送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快速度 那在家庭团聚的部分 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希望已经合法生活在台的 跨国同性伴侣 就不要再出境了 这是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 已经在国外有登记结婚的 或者是在国外已经合法登记伴侣的 或者是在台湾有同性伴侣助记的 像这样的当事人 我们认为已经符合台湾一亲居留的相关的要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开放他们一亲居留 第三个 如果在没有上诉这些条件 没有在国外结婚 没有结成伴侣 然后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情侣状态的伴侣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相聚 那在台湾也没有开出任何的情侣签证 好像相关的措施 那但是台湾有探亲签证 所以是不是可以透过探亲签证 让大家有可能见上一面 第四个基本诉求是 其实在疫情期间有非常多需要人道救援的状况 包括对方的国家发生战争 包括对方国家发生政变 那包括像有可能是有丧亲 或者是有照顾开刀等等需求 那这些人道需求都非常需要政府 一个一个的救援 让大家可以赶紧进到台湾来 大家好我是Joyce 我的伴侣是菲律宾籍的Queenie 我们已经相恋了八年的时间 那他前前后后用了三种签证 也有五年多的时间是留在台湾了 那在最近一次我们三月份 到移民署去办理延长的时候呢 移民署告诉我们说 因为国际航班已经开始复航了 所以如果我们当时预定的机票 取消的状况下 那才能够继续留在台湾 否则就一定要出境 当然像我们听到的时候是非常的震惊 甚至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了 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 但也索性说在移民署 他们最近的一个尽管政策 基于人道的一个考量 已经将完成同性伴侣助记的 这个外籍伴侣呢 纳入到可以延长离台的对象 那这也让我们可以稍微 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怎么说呢 当这个政策一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开始去想 怎么样再去找到其他的室友 可以让QINI继续留在台湾 而且这一个政策呢 它并不是适用所有的跨国通信伴侣 以这个伴侣通信伴侣助记来讲 在外交部他公道的特定国家名单里面 如果你的伴侣是来自这些国家 他是没有办法单独在住外管处申请 单身证明验证的 所以就会形成说 今天我们有意愿想要办理同性 办理助记 可是我们却没有资格拿到证 验证过后的文件 那当然就更不可能到故政去办理登记了 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的是 我跟伴侣在美国结婚的事实 现在到任何一个途婚合法的国家 都是会被认可的 都是被认为是有效的 可是为什么在我自己的国家 政府却不认可我的婚姻 这让我的伴侣其实没有办法申请一亲居留 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跟我在台湾生活 目前我的伴侣不得已 要用学生签证的方式在台湾居留 那学生签证 他的问题是 他不仅仅要缴纳高额的学费 还要去上课 还有许多的限制 包括可以工作的时数等 另外学生签证总是有到期的一天 那我的伴侣在取得学生签证之前 其实已经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 包括商务 医美 旅游等签证的方式 为的就是能够跟我在台湾相距 短短的数日 那原先我们以为学生签证 已经是可以争取到最长居留期限的 一个签证方式 那政府在同婚通过后 应该会早日解决跨国同婚的问题 没想到一转眼现在已经三年了 那跨国同婚的议题仍然没有解套 那我们即将又要面临被拆散的意思 大家好我是安主 那我的另一半是日本人 想要我们自己已经四年半的时间 由于疫情的因素 我们已经将近780个日子无法见面 跟我一样情况的跨国同性伴侣 在台湾有221对 由于疫情的关系 边境严管而无法入境 也苦苦等待政府进一步开放 已经两年多的时间 这段时间以来有很多伴侣甚至因为无法见面而分手 在其他国家疫情期间 多半会提供 不管是疫情练或是同性练的伴侣 情侣签证得以入境团圆 然而在台湾并没有情侣签证的管道 使得跨国同性伴侣是无法顺利入境的 更何况是需要双方都到护证事务所才可以办理的办理助记 因此更不能适用近期的相关拘留 延长人道措施 在疫情的情况下 若需要到第三国进行结婚或是住进 均需要负担不小的PCR 机票隔离检疫等高额的成本 并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也因此我们期待政府单位应该考量人道的需求 让长时间远距而无法见面的跨国同性伴侣 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来台见面或是进行后续的办理助记申请 大家好我是Joe 我的先生是乌克兰人 我们在台湾其实已经完成了同性办理助记 那我们在美国完婚 那目前因为战争的关系 我的先生受困在乌克兰 其实过去我们有很多次 透过旅游 寻职 各种不同的旅游来台业用爱自己生活 但无论如何 我们最终还是要分离 但还是必须离开台湾 现在战争爆发 其实我其实各个都很担心飞弹的袭击 以及他在乌克兰单位 那在战争爆发前去 我们因为很担心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有多次联系总统府外交部行政院 希望透过医庆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各种签证来台湾 但最后都是因为疫情期间不开放 或者是没有法源的依据被拒绝 那其实在我们跨国同性伴侣中 这一类的状况很常发生 有一些伴侣因为疾病开刀 没有办法排断 那有些国家因为政变 可能导致自己的伴侣会失联 那我跟我的先生则是因为战争 那一直等到我们面临生理识别的状况 台湾的同婚法案还是一直没有进展 也没有完善 那我跟我先生的信念是希望 台湾政府能真正的去重视 并且完善这样的一个法案 让同性婚姻的家人不再被破坏 也不会再出现下一对 跟我们一样生理识别的家庭 我们其实也看到去年三件 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也都已经肯认 就是我们的司法体系 其实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跨国 这样的一个同婚其实是应该要 享有他们的家庭传统权的 也应该要被可以合法登记的 那同时在三月底 我们也看到监察院的报告里面 其实也有说指出说 认为这个跨国同志的伴侣 他们被剥夺了四字七四八的 这样的一个结婚的权利 以及组成家庭的权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